聯合國氣候變化 剛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 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 台灣代表團最近舉辦台灣日 台英各界超過百人出席 台灣的決定要努力 struggling 聯合國伴手上支持 我們的目標 by 2050 這是一個強明的 message 我們心願會移動影響 將目標向 net zero emissions 但他這點要求 台灣的支持 為了兩家的友誼 政府也會帶頭移出一條能夠接軌國際 又能因應台灣需求的淨雲排放目境 來引導民間投資低碳成長 促進公司協力合作 強化與社會各界溝通對話 從供給面、製造面、使用面、環境面 共同建構一個永續的綠色家園 台灣日議程包括綠能應用 和台英氣候合作相關研討會 往納台灣英國20多位講者 现场也设置摊位介绍台湾离岸风利发电计划 以及环境议题相关的国际合作计划